最新消息来了 乌克兰拒绝与俄罗斯无条件谈判 停战遥遥无期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点个红线加号 咱们继续说 俄方要求把乌东地区的赫尔松等地 拿在手里作为谈判筹码 而乌方表态是要拿回全部领土 这就导致了谈判没有基础 此外 美西方不断的深度介入冲突 也让俄乌双方妥协和退让的空间 越来越小了 不是乌克兰炮灰不想谈判 而是背后美国的利益决定的 为了紧紧的捆住欧洲与俄罗斯斗 使冲突拖延下去 炮灰是无可奈何的 泽连斯基像打了鸡血的疯子 用全国的废墟与国民的生命为代价 打造自己为欧洲战神 明眼人都知道 不是乌克兰不想停战 是欧美还想继续消耗俄罗斯 反正死的不是北约的人 消耗的是对手 北约何乐而不为呢 可怜了乌克兰的人民 推翻泽连斯基 才是出路啊 俄罗斯已经完成了 对几个关键地区的包围 说谈判 其实是给乌克兰一个机会 但泽连斯基不领情啊 根本就没有把几万 乌克兰士兵的生命当回事 乌克兰士兵的生命 无关泽连斯基政府 更无关于北约 接下来的战场上 不是绞肉机 就是乌克兰军队整建制的投降 大致应该就是后者了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时事造英雄 泽连斯基从一个政治素人的 喜剧演员 因缘际会成为了乌克兰总统 在国内各种势力的折腾下 本已经腐烂不堪 要不是普京按耐不住 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 或许早已经身败名裂 黯然下胎了 而俄军攻击府时 四门封死 他逃生无门 缩进总统府下面 能够抵挡核爆的地下室 并获知 普京向以色列前总理 亲口保证不杀他 才壮着胆子 扶头冒跑 充分发挥了演员本色 扮起英雄来了 时也命也 历史既然选择了他 不管从贪婪出发 还是薄青史留名 他都会抵抗到底的 至于乌克兰山河破碎 斯拉夫人生灵涂炭 他这个美国籍的犹太人 是不会在乎的 是不会在乎的